大家好,我是白丁,今天继续画那个第二个LOGO 第二个LOGO会更多用你们一个的钢笔工具,也是一样,对,LOGO,我把它缩小一下,按着Ctrl,然后按着滚轮,就可以缩小了,然后今天就画这个,对,这个Nike的一个标,我看一下没有一个小点的,这个有个小阿罗,看一下啊,先放去这个吧,然后pinscreen,对,然后这样子贴回贴上去Ctrl V,Ctrl V以后,然后就这样子点一下M, 然后就画个小框框,然后这个地方反正大概就好了,反正我们也是这样往上瞄嘛,对吧,这个只是说方便我们去看而已,那这个的话反正就是,你看你想用字体调或者去用钢笔去拉都可以,这样子Nike对吧,首先先把这个字体给弄了,然后就你们看你们电脑哪一个字体比较接近的, 我觉得就那个就好了,呃,我看一下,嗯,我要选一下这样子,呃,反正就大概个差不多的就好了,呃,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办法,那就,那就只描一个了呗,对吧,呃,好像有这个,这个好像挺像的,但是没有那个,斜体,呃, 也,我对字体不算特别熟了,因为我是,呃,比较少,就是说,画,玩字体什么的,因为,呃,我本身也不是专门做平面的,好吧,那这样子吧,咱们描一个吧,呃, 嗯,然后开始点一下P,对啊,P,然后第一个点,对吧,呃,这里我就那个快速的描一下,哦,快速把它描完吧,好吧,然后就,呃,这里就可能开一下加速吧, 好的,好的,你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啊,然后我就把这个就很快的给勾完了,那这个你们自己可以练习一下,反正都直线,呃,比较简单,然后你们一开始的话就能勾可以把这个,就是这个tick,就也可以一起就是说把它那个也勾在一起,但是我通常比较喜欢就模块化,就字就字,图案就图案,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试一下勾这个,我通常是从把一个尖点开始勾,然后勾的时候通常我习惯是这样子, 然后就这个一个是边买一个色块,我会把色块那个给那个给关了,关了以后对,然后拉一下对吧,然后这里拉了一个差不多,然后按着lt,对,左键不要松,然后这个有多短就弄多短,就是这样子,然后弄一个差不多一个曲线,就差不多他下一个曲线位置,然后再这样子再拉,然后再直了,我们要把它拉短,然后呢就一样,然后这时候直的我们就长一点对吧,这里也是一样,也是那个差不多这个地方对吧,然后这里这个地方, 我们可以这样子就说,拉到大一点大一点,因为下面那块是吃掉,所以我故意白色那块会多一点这样子,然后就差不多这样子吧,然后这里这个地方对,最后就这点结束一下,那我们就把这个地方给拉一下这样子,好,那这个我们点一下红色,红色不是说红色比较好看,只是说方便我去那个去,怎么讲就是说去区分而已,然后再下来就是一个r字, 然后r的时候就是这个通常啊,反正就是,哎,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用的字体,呃,因为,呃,这个字体比较方便,写作写写作呢,什么都都可以用它啊,反正比较忘了那个字体,然后这时候就需要就这个字,那个就说,啊,加粗一下,我们这个也是一样, 那这个,反正我们就看着那个,我们需要的加粗呗,反正就这样子,那你看,哎呀,对对对,回来回来,对,然后就这样子,大概一下,再大概一下,对,然后其实这样子,对,然后这个的话,把它del掉,然后再把这几个,呃,换成黑色,对,你,你看,我一开始过过的时候,我这里是另外一个块,我先跟你们说了,所以看这里会比较灰的, 会区分好的,让人看得方便一点,然后现在变化白了,你看,这样子整个就完成了,非常简单,一块两块,然后这两个copy过去就搞定了,这样子就完成了一个我们那个like logo,好,那一个,有什么问题,可以叫微信,也可以message我,也可以留言给我,好,谢谢大家